2022年绝对是中国超算最具争议的一年 因为在今年超算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 中国超算首次跌出全球前五名 在5月30日 全球Top500超算公布的排名里 美欧日占据了千三名 而且在前十名中 中国仅有两个超算上榜 只排在了第六和第八位 这是中国首次调出前五 与之相反的是 老美研发出了世界首台一级超算前沿 成功登顶 算力达到了百亿亿次 是中国太湖之光和天河二号的十倍以上 这个排名发出后 有些人感到非常心酸 觉得是老美对芯片进行封锁 让中国超算没办法更新迭代的 而第二件事就比较有意思了 英国的媒体很早就揭秘 中国早就研发出一级超算 只是没有主动公开参加排名罢了 然后日本经济媒体也推测 中国已经研发出后续机型 性能超过排名第三的日本赋约 按照日本的推算 这个后续机型 显然就是神威海洋之光 是一个定位于一级的超算 这就很耐人寻伪了 为什么这么多国家 都认为中国已经研发出一级超算的 如果他们的推测是对的 那中国超算为啥不参加排名呢 其实要我说 不管有没有研发出一级超算 我们不参加超算排名的好处 远比参加排名来得更多 为啥这么说呢 大家好我是熊猫 今天继续用一个视频来讲清楚 为什么一级超算 能引起这么大的争论 以及中国超算 是否应该参加世界排名 一级超算 其实就是指 每秒运算能力能达到 百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 它代表的就是 当今世界超算领域的下一项皇冠 能否研发出一级超算 就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象征 所以各国对一级超算 自然也就非常关注 世界各国研究一级计算机的时间都差不多 但是成果却相差很大 外界认为中国早就研发出了一级计算机 是因为中国布局的早 而且一直处于领先状态 早在2018年 中国天河 曙光 神威系列的三大一级原型机 就已经成功交付了 原型机就好比汽车的概念车 而且还是一辆能够上路的概念车 也就是说 中国一级超算的计时路线 已经通过了验证 可以正式开启细节搭建了 当然 其他国家也不甘落后 老美 日本 欧洲等都投下了重金研发一级计算机 其中 日本计划投入10亿美元 要打造当时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结果没搞成 只能弄到每秒达到41.5亿一次的运算速度 等于半亿级超算 这就是复月超算 但即便如此 复月的诞生也证明了日本超算的实力 未来 他们会向真正的一级超算发起冲击 至于老美则才大气粗 总共投入约36亿美元 其中18亿用来研发三台一级超算的建造 分别有英特尔 ADM等科技公司主持研发 还有18亿用来研发配套的软件 这个路线其实和中国有点类似 我们也是三大路线 一种是以日本复月为代表的ARM架构的路线 一种以神威太湖之光为代表的 采用综合液构的路线 还有一种是天鹤一号率先开创的 CPU加GPU架构路线 这三大路线各有各的优势和难点 适合不同的应用场景 比如说采用ARM架构的超算 在AI和云计算领域更有优势 采用CPU加GPU路线的超算 更擅长处理图片信息 同时能耗更低也更加灵活 所以这三条路线都有其发展价值 而我们选择的是三种路线同时发展 毕竟弱者才做选择 强者都是每样都发展 除此之外 中国一级超算云形机已经完成了国产化替代 这也意味着中国一级计算机 几乎不存在被卡脖子的情况 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所以很多人都在猜测 我国一级超算很可能领先于其他国家 尤其是今年的4月份 中科大在国外杂志上公开发表了一篇气候研究 而且政大官民指出 用的就是新一代神威超级计算机 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明说是什么超算 但是神威在研究下代机型 就是神威一级计算机 所以答案大概率就是大家期望的这样 也正是因为如此 很多国外的人才会坚信 中国早已经研发出一级超算 鉴于中国以往的实力 很有可能不是一台 而是多台都已经面世了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中国有可能研发出一级超算 为啥不参加全球top排名呢 如果参加全球top排名对我们没有好处 那当初为啥要拼命争强板单排名呢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段心酸的往事 以及一场关于中国式智慧的较量 要想了解中国超算不参加排名的好处 就得先了解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参加排名 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是超算非常重要 而我们参加排名就是不争馒头争口气 在没有超算的年代 中国科学家想要使用它 那要费很大的劲 首先你要向其他国家购买 但是别人根本不会卖给你 因为超算的作用非常大 咱们举几个例子就知道了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就是为研制武器而诞生的 二战时期 老美的军方集须一种运算速度飞快的计算机 用来计算复杂的炮弹弹道问题 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 就这样在硝烟味中诞生了 新中国研制核弹时 曾经采用大量人工计算 速度非常慢 但是在研制氢弹的时候 也曾用过电子计算机进行模拟实验 借助当时国内最先进的两台计算机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我们只有了两年零八个月 就成功研发出了氢弹 尤其到了1970年代后 超算的作用越来越大 很多名声行业都离不开它 比如它可以帮助气象部门研究天气预报 它可以模拟分洞 帮助中国航天做航天事业 它还可以帮助中国进行三维地震数据处理 进行石油勘探等 再举个实际例子 C919大飞机研制的时候 就曾经借着天鹤一号超级计算机的帮助 只花了三个月时间 就进行了全尺寸的气动模拟 效率比风动高很多 超级计算机就像一个国之重器 没有它 我们的科技 经济 乃至工业都会出现全方面的落后 这就是超算的重要性 而中国当时性能最好的超算 只有200万次的运算能力 老美的超算则能达到上亿次 我们连人家的领头都还没到 所以想要获得性能更好的超算 就只有两个途径 要么买 要么自己研发 一开始我们是买不到的 后来我们跟老美的关系缓解后 石油勘探部门才花了很大的力气 向老美求购了一台IBM大型计算机 结果人家老美附加了非常苛刻的条件 他们为了不让中国仿制 提出建设一个玻璃房 专门用来存放超算 中方工作人员严禁进入 为了防止我们用来研发武器 又提出 超算只能用于石油地质构造的工作 使用的过程必须全程接受监督 但即使是这样 他们还不放心 又特意委派工作人员 计算数据必须交给他们负责 后来很多中国超算人 在回忆这段往事时 都直言 玻璃房的故事 是中国超算界的耻辱 1978年 邓小平说 中国要搞现代化 不能没有巨型机 于是 中国计算机科学家 现代超算的电机人 慈云贵立下军令状 五年之内完成任务 果然 1983年 银河一号超算成功诞生 中国打破了国外垄断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研发超算的国家 银河一号上的部件 有很多都是中国科研人员 纯手工打造出来的 以焊点为例 全机250万个焊点 没有一个虚焊 科研人员是真的在用命来研发超算 也因此 它被称作是 真气急 超算从无到有 解决了超算缺失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从有到强 解决的就是信心问题 而排名无疑就是证明自己的最好方式 全球超算Top500排行榜 就是最好的舞台 它从1993年开始发布 是全球公认的权威且公平的排行榜 如果能登顶就意味着 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 现在大家知道 为啥我说 我们参加排名 其实只是为了争口气 我们年轻人可以很轻松地说出 我们超算不参加排名 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拥有过这些排名 但是对于那个年代的科学家来说 排名就是差距 而差距就是我们先辈努力的方向 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后代 重演玻璃房的教训 所以排名就是上干领 是一个必争之地 这是抱着这样的信念 一场轰轰烈烈的排行争夺战开始了 中国超算为什么不再争夺排名 答案其实就是在韬光养晦 在银河一号之后 中国超算就迎来了辉煌时刻 我们相继研发了银河二号到四号的三个机型 以及升腾1800 在2002年 算力成功提高到上万亿次 2010年6月 曙光星云超级计算机 实现每秒千万亿次的浮动算力 首次击进全球超算排行榜第二名 仅仅半年之后 中国天河一号再创辉煌 以每秒4700万亿次的运算速度 超越老美 登顶全球超算的榜首 中国用30年时间证明 自己完全可以打破封锁 并能同时缩小差距 如果说银河一号是中国超算 30年后机勃发的开始 那么天河一号 就是全球感受被中国超算支配的开始 2013年 中国天河二号再次登顶 以每秒近3.4亿亿次的运算速度 超过美国克雷公司的泰坦超算 此后开始了长达六届的霸榜行为 直到2016年才从榜首上掉下来 但让很多人惊讶的是 这个超越天河二号的家伙 正是中国另外一个巨无霸 神威太湖之光 太湖之光同样霸榜四届 至此 中国曙光天河神威三驾马车 正是极其 中国蝉联世界超算桂冠 三驾马车同时闪耀在Top500上 让很多外企惊掉下巴的是 在他们之后 中国有越来越多的超算 挤上了Top500的排行榜 在2017年时 中国以202台超算的数量在榜 将老美几下总榜第一的位置 当时 业内的人都在感叹 只有中国的超算才能超越中国 也就是在这时 中国对于争夺排行榜的直念 其实已经完成了 因为我们的超算完成了 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的转变 中国不再执着于Top500的板单 是有道理的 就像一个隐退的武林盟主 一生无敌 自然也就不在乎这些虚名了 我们的超算技术已经证明过自己 自然也不需要再用什么排名 来维持身份了 这句话可不是落后的 阿Q精神 先不说我们是否已经研发出 一级计算机 就算没有 中国同样是全球超算的最大赢家 在全球Top500的板单上 有两种排名是特别有价值的 一种是单机性能 还有一种是数量的排名 中国顶级超算不参加排名 但是在整体上 中国还是以173台超算的数量 同样连续10届 产连第一 单机性能可以代表一个 国家超算能力的高低 但是整体数量却可以衡量一个国家超算的整体实力 说中国是全球超算的最大赢家 并不过分 当然我说了 我们已经不再执着于排名 所以这个数量也很少有人去特意宣传 不特意宣传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韬管养晦 2015年 当天和2号霸板世界第一时 老美的面子就挂不住了 实力不如人家 追又追不上 于是就开始耍流氓了 直接宣布金云 不让中国购买英特尔志强系列芯片 希望用釜底抽薪的方式 阻止中国的超算发展 结果工业芯片可不比商用芯片 中国在这一块也是有储备的 我们不但没被拉下神弹 而且还成功扶持了深微等国产芯片 完成了对志强芯片的替代 深微太无知光的航空出世 直接打脸老美 把他们起得不行啊 凡手就把中国7家超算 以及深微全部列入黑名单 当然结果还是一样 在我们深微一级超算和天和3号原型机中 芯片硬件系统和应用三大核心 全部实现了国产化 其中深微依然是最重要的供应商 中国的超算 此时更像是一个扫地森 没有名气 但是有实力 不论怎么针对他都危然不动 但是这个也给我们提了个醒 老美的干扰虽然没能奏效 但是保不齐人家会出更损的招式 我国的芯片产业还不够成熟 此时更应该韬光雅晦 对于全球Top500这种虚名 没必要过多执着 这就是我为啥说 我们其实只是在进行另外一场韬光雅晦而已 待到那时 纵有狂风平地起 我也能春风破万里 好了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